回到台湾来看到受到无望之灾 桃园市龙潭区的武汉国中官网 经常被骇客给入侵了 首页被人换成了土耳其的国旗 消防发现之后紧急抢收 也表示可能是因为受到跟武汉疫情同名的拖累 才会被骇客恶意入侵 目前学校先引用了旧版官方网站来应急 后续也不排除要报警来追究这名骇客的行则 打开学校首页背景全黑 还被换上斗大的土耳其国旗 骇客留下充满挑衅的字眼 行径相当嚣张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伤 民众人人自为 不过就在日前 传出与疫区同名的桃园武汉国中官网 遭人恶意入侵 那大概8点58分 那就是教务处的组长进去网页 后来发现网页呈现这样的情况 那后来就是我们要点选东西都没办法点选 医护我们学校网页的电脑公司 他们就进行处理 骇客留下英文借以炫耀 校方表示由于学校首页上 有许多重要资讯将会全力抢修中 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 目前先用旧版的首页应急 后续不排除报警 希望早日将这名骇客 揪出来绳之以法 记者林住强桃园报道 仇恶意自抵护 孔? 杀ик补吗? 杀